好,來,同學我們來看一下,數列,什麼是數列呢? 我們把數字排成一列,和某種次序排成一列,就叫做數列 比如說呢,我們學校附近的所有的公車站牌把它列出來 比如說像74,對不對? 22 640 性異,比如說數字啦 640 640 5這個 685 360 這些,這些數字我們把它列出來,它就可以形成一個數列 然後這個數列呢,只有列這四項,只有有線項的時候,我們稱它為有線數列 可是如果今天呢,老師問你說,請問自然數有哪些? 請問自然數有哪些? 12345 12345 6 7 8 9 10 還有沒有? 還有啊 11,12,是不是這樣沒完美,要一直下去 有哪些? 你能告訴我,自然數有多少格嗎? 有很多 有很多 他事實上是無線多格,所以我們稱他為無窮數列 假如说这个数列的像素有无限像的话 我们称它为无穷数列 它有无限像的时候就叫无穷数列了 那同学这个是数列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极数 什么是极数 极数呢就是数列的和 你把上面那些数列加起来 就叫做极数 比如说呢 我们把74加22加上640加上685 这个因为像素有限 所以我们称它为有限的极数 那同样道理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自然数加起来 无限像相加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无穷的极数 那同学 我们通常会怎么样表示一个数列 我们通常会怎么样表示极数呢 通常会用sigma来表示 来同学sigma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sigma其实就是连加 就是把后面东西连续的东西加起来 好那s2的话呢 它就等于sigma i从1到n的ai 它的意思是说 请你i用1带进去 i用2带进去 i用3带进去 用连续的整数一直带进去 带到n 然后把它sigma是把它连加起来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加起来 这样就好了 请问一下哦 如果这个sn是前n向盒 那我减掉sn-1 前n向盒减掉前n-1向盒 比如说呢 前10向的盒减掉前9向盒 请问剩下什么 它这个是不是会剩下第10向 那请问一下 前n向减掉前n-1向盒 会得到谁 第n向 同学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大于这个n n要大于等于2 因为前2向盒减 前1向盒是不是得到第2向 可是没有第0向 所以n次要大于等于2 其实呢 s1是不是前1向盒 or²P 所以s1就是前1向盒 是第1向